6月4日除了在香港里面 我们知道维远很大机会 就算可以的话都会冒着很大的危险 可能很多串言如果出去一些集会就可能被捕 甚至乎如果你有政务职业在身的话 随时会被DQ的 首先今天也很感谢在温哥华的旁边 我们有温子联的主席 他们的负责人有Mabel在这里 Mabel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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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邀请我 是的 跟我们讲回第一 你一知道香港的情况 从去年开始参加过的人都已经陆续被人拘捕 一些比较大家知名的人士 那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 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这样都做得到的 因为香港是这么多年做了这么多年 今年是32周年了 这么多年都在维远悼念六四死难者 这个活动根本是很和平 没有非暴力的活动来的 但是现在香港政府也是这样禁止它做 那么它的红线就越来越过了 已经整天都说你会引起暴动 你想会引起暴动 所以香港已经是可以说是握杀了所有 就能发表自己的意见的地方了 嗯 我知道你自己一去 其实就算加拿大的时间 你都在32年前就已经在这边 已经开始了这个烛光晚会了 跟我们抑述一下 当时开始的时候 我知道你自己当时是一个义工 其实当时在温哥华也好 或者加拿大你当时已经在温哥华了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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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多少人啊 温哥华 40年 40年了 是呀 是呀 对不起 我们再来一条 那说回当时在加拿大你自己 一开始的时候在温哥华 有第一次的聚集 还记得有多少人 我们根本在六四之前 已经有游行的示威 是支援天安门的学生的了 当时我们有很多人参加 就是这里的华人 无论是年纪多大 从香港来或者是中国大陆来 都是支持那时候的学生运动的 那六四之后那天呢 我们其实是看到消息 就是不敢相信一个政权 可以是这么凶残 去用坦德车 去用机关章去射杀自己的平民 所以我们很愤怒 可以这么说 因为除了愤怒之外 我们就很失望了 因为那时候有一个希望 就是说这个民主运动 可以带领到中国有一个 报乡民主自由的社会 所以那天我们听到消息之后 我们十二点钟 在中令馆门口 有站满了中令馆门口两边的街 我想都起码几千人了 那就是很激动地去批准中国政府 做这些事情了 那接着我们有一群朋友 就很热心地成立了是瘟之恋了 嗯 就算看回现在的时间一直向前几十年 那就是走马眼 就是除了不单止这个维园 大家看到了 就是又反修例 又更加看到政府 就是那个那个横幻无理 就是大家在想的 唯一的香港人的表达的自由都没有了 那就是差不多都那个责任 都会已经好像已经跌了 来到海外的一些香港人 或者是你正所讲的 就是被压力的那些大陆人 来了海外的那今年在温哥华 你们就有一样东西比起 其他加拿大的城市就比较 就是flexible一点 你们可以了 集会示威 那今年在温哥华 你们会有什么纪念六四的活动呢 是 我们有一连串的活动了 那我们通常在六四的 做一个星期日 六四之前的星期日 我们都会去向民主女神像献花 那我们有两个民主女神像的 在温哥华 一个是在Forest Lawn的牧园里面 另一个是在UBC的学生广场里面 那我们每一个礼拜天 就是那个礼拜天 都会是十点钟在Forest Lawn 和民主女神像献花 是悼念死难者 另外就十二点半 就在UBC的民主女神像献花 六四那天 那天我们有一个网上的活动 连同多伦多文文会 以及多伦多支持中国文文会 以及卡卡里中国民主促进会 就会在网上三点钟 有一个悼念活动 因为多伦多的疫情 以及卡卡里的疫情 都不是那么理想 所以他就不可以公开地做这些悼念活动 所以我们在网上跟他们一起联络 我们温哥华时间是三点钟 多伦多时间是六点钟 另外晚上我们八点钟 跟以往一样 以往那三十一年 我们都在中领馆八点钟门口 就是中领馆门口 就是悼念六四的死难者 与此同时我们都是悼念香港 两年来的反送中运动 在中领馆里面被自杀 被扔下海的死难者 是悼念的 因为现在维园的中领馆是不可以再有了 我觉得这些烛光我们要在每个世界里面 继续发光 嗯 你知道了 在他们的大力外宣之下 你见到上次我知道温哥华也是 当然也是 当你每一次有一些大型抗议的时间 你见到有很多很拥护中共的 我们叫做小粉红 有很大型的骚扰活动 我想问回其实这么多年里面 除了香港人之外 有些被见证过在中国被欺压 尤其是六四走出来的一些海外的大陆人 有这么多大陆人已经去到海外的时候 你自己深深感受 譬如说这一个华侨在温哥华 你看到有多少大陆人在温哥华 他们对于六四的情况是怎样的 其实他们印象比我们更深刻 因为他们亲身经历过被屠杀的场面 所以他们很深深感受到那个惨犯 每年六四的竹关曼幕板会 都是一群曾经受过共产党的迫害 而逃离了家园来到温哥华的大陆人士 跟我们一起悼念六四的 年年去都会越来 除了这一群 他们在目击现场或者有些仇度 他们很知道每一年要发声 直至到平反为止结束的党专政 但是其余的在这里生活的大陆人 他们会不会好像 我们香港其实有很多市民 很多年轻人 他们都亲历其境 在香港经历了 明明是第一身感受了那种压迫 但是他们不相信这是事实 而跟这一群大陆人他们其实沟通成什么呢 就是六港这个故事 他们为什么会对这件事不相信呢 他们不相信这件事 因为你知道共产党是尽量将这个历史 尽量想消灭它 在大陆里面 14亿万人口未必没有人知道的 除了一群人是受过六四的屠杀的经验 因为很多时候那些家长 就算他们是参加过示威行动 他们都不敢再向他们的子女说这件历史 因为他们怕共产党会对他们有迫害 因为那时候是一个大抓捕 六四之后 所有人都要躲起来 因为那个示威程度是 很多城市每一个城市都有参加的 其实很大部分 好像我们这些年纪的人 现在五十多岁六十岁的人全部都有参加过 但是很多人就是害怕 很多人被人迫害 也不想自己的子女受到迫害 不如不如不说 这件事 这个恐怖法使到这个历史在中国里面 是完全消灭的 但是香港呢 香港是唯一一个中国城市 现在可以知道一个真相 一个很清晰是什么事发生过 所以现在共产党就想将这个历史 在香港消灭 所以连我们可以纪念六四 都不能在香港继续进行 你刚才说得令到我也有一个很震撼 你看到那些大陆受迫害的人 他不出声不出声 他们来一个大迫害大手暴 你有没有当你看到香港陆续这么多年青人 或者就算为了民主发声 尋似乎有一些民主的元老 我们也看到司徒华 李柱明、Martin、仁哥 他们一群长毛 这些全部被人捉了 年青人又再捉了 你自己看到这件事又重复了在这个历史里面 是呀 香港再出声又会拘捕的时候 你的感受是什么 感受是很辛苦的 根本就是六四的翻版 我们整个人说的是 这个是天安门事件2.0 根本是六四的翻版 你看到很多被撕杀的年青人 以及被捉入狱的年青人 那些人要逃亡 这就是这个翻版 所以我们不可以不发声 在我们的海外 我们应该继续我们的声音 我想最初有一段时间 比较在前线的年青人 他们想集中的力量 大家知道香港发生事的时候 反修来来 2014向前走的时候 你都看到很多人最初都会 就是说用很多精神就是 六四我们先放下一会儿 跟着就是专心香港的抗争 先因为香港都没搞得 怎样关注中国 那些这样 但是你刚才一直这么说 我们终于在到 今时今日我们看到 就是所有东西 总之关于争取民主自由 没有分别的地方 只要有中共碰到的地方 他都去压迫 他都去消灭一些年青人 甚至乎总之争取的人 所以我想这两年里面 将所有不同的人 他们都连结在一起 大家一起做了一个共同体 就是我以一个 就是你刚才说了 就是你都在当时 就是六四 我们已经开始去悼念这件事了 已经去了几个Generation 可能有些人是Parent Grandparent 你觉得怎样可以传承这件事 就是很多时候去到海外 他们就讲英文了 就是有些时间 他们就未必那么注意香港的消息了 再讲的就是一些更远的天安门事件 怎样身为一个Parent 或者Grandparent 去令到自己的这一代 去记得这些事 其实很早以前 我们一帮支联会的朋友都已经觉得 民主自由 独裁者不会给你的 一定要你自己去争取 所以为了公议和普世价值 我们一定要去继续坚持 所以我们每年六四 一定要去做这个祝国晚会去纪念 与之同时我们温之联 就做了都几多的教育工作 好像我们十年前 我们是针对这里的年轻人 不仅是中国人 而且是在我们的school board那里 我们每一层中学 去摆我们的display 是讲完六四的历史的 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搬 我搬到一间中学 那个先生跟我说 就是每一堂我们摆一个星期 然后跟着轮着每一间中学去做 就是school board给我们做了 有一次那个先生跟我说 他说有些大陆来的学生 因为他们是英国学生 就很反动我们摆在那里 他不相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 所以这个教育工作我们会继续这样做 主要之同时我们就每年有些先生的conferences 我们都会去摆档 就是希望先生可以把这个历史 传给那些学生听 还有我们做家长 和做grandparents 都是 每年六四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教育机会告诉他们 那时候发生了什么事 香港这两年发生了什么事 因为身为香港人 要告诉我们的子女 不可以忘记 发生在中国大陆的 三十月之前 和这两年香港发生的事 其实有一个作家说得很好 他有一句名言就是说 普通的 普通的 怎么说呢 那个是 我要想一句 人民与权的斗争就是 记忆与为亡的斗争 你一定要记住这历史 和共产党斗长命 好像说 江州事件 和台湾的美丽都事件 你要有个历史 每个人有历史去继续斗争 才可以让他们有平凡 所以如果我们要有平凡的一天 就一定要把历史继续这样传下去 所以我相信 很多谢你的分享 多谢你这么真情 将你里面的一些感受 表达了出来 我们在海外的香港人 或者是争取自由的人 都应该 不要给一个轻轻每一年的六四 或者是一些 未来的六一二又两周年 在香港 虽然日子是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要平凡的地方 我们一定要将历史一路传承下去 而且首先 自己一知道local 哪个地方 是有你本地的参与 你就立刻去参与这个 尤其是今年六四的祝国晚会 我相信每一道 有些不同的形式的一个集会 如果没有的时候 你就上网里面 就可以 好像温知联他们 就已经有一个这样的聚会 我们会post出来 希望世界各地的香港人 虽然是真的很遥远 离香港 离开中国那个地方 但是我相信 我们要有一样东西 就是那个信念 就是知道 这件事 是一定会平反 还有这个暴政 是一定要灭亡了 我们才可以 对得住寿国府的那些香港人 或者是当时六四里面的那群学生 和那群母亲 再次多谢Mabel你帮我们抽点时间 和我们讲 希望你能不能呼吁一下 你们温哥华的朋友 你在这个时候呼吁一下 我们希望温哥华的朋友来参加 我们的祝光晚会 但是如果你不可以参加的话 我就希望你可以在八点钟点一个蜡烛 然后拍一张照片 是上传去支联会呼请的 Hashtag是 PAN6432justice JUSTIC 希望多些人去做这个行动 支援 现在香港的支联会 不可以举念六四晚会 最重要是让香港人感受到 大家一起的关系 再次多谢Mabel 你们那边努力 我们这边又努力 大家一起努力 大家加油 加油 OK 多谢 拜拜 拜拜 香港台关系了香港、加拿大、美国、澳洲、英国、意大利、日本、委内瑞拉、罗马尼亚、金埔寨、澳门的香港人啦 我们要香港人主场 所以要尽快下载Hong Kong Air Station 的手机